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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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 住家菜 今期的住家菜系列的第三回 就是四桂豆 四桂豆大家平常都吃 腩菜肉鬆四桂豆 但是有一個做法 都挺好吃的 就是金沙四桂豆 怎麼做呢 現在就告訴你 材料有四桂豆 牛油和鹹蛋 就這麼多了 四桂豆真的非常簡單 那首先呢 我們就將它的 即它有一邊是 有定 就是扔著樹那邊 扔著藤那邊 一邊的定小一點 那我就切了兩邊的定 這樣就不用切太多 切太多就很浪費的 然後這個切的同時呢 我們就煮定一煮滾水 待會呢 就將四桂豆燒熟它 切完頭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這些四桂豆 再切開一半 這個大滾的水裡面 我們加點鹽 為什麼加鹽呢 除了令到它有些味之外 就可以令到四桂豆的綠色 就更加清爛了 好 接著我們就放進去烤了 煮了三四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四桂豆呢 就撈起它了 撈起之前呢 無論如何都要試一條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熟 和軟 喜歡吃軟一點呢 就可以煮 七八分鐘 要吃爽一點呢 就可以煮 四五分鐘 鹹蛋黃呢 我們將它外面那些黑色的灰呢 洗走它之後呢 跟著我們 就拿它的黃 鹹蛋黃呢 鹹蛋白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用來譬如說 蒸肉餅啊 或者煮那些 滾湯啊 煮那些 三色蛋時菜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 你把鹹蛋白倒進去用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微波爐 將這個蛋 叮熟它了 但是記住要把它 按扁它 先 如果不是那個鹹蛋黃 就會爆開了 就是這樣 按扁了它 才 放在微波爐裡面 叮 叮完的鹹蛋黃呢 現在跟著我們在一個碗裡面 把它握碎了 變成鹹蛋黃的 融的感覺 的物體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煮了 首先 將牛油 放在鍋裡面 等牛油融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鹹蛋黃下去了 然後 當你看到那些牛油融完 你就可以把鹹蛋黃 放進牛油裡面 然後它就會瞬間地起泡 還有發出一個超級濃烈的香味 這個時候它是很容易焦的 所以你一定要快手 這個步驟最重要的呢 就是你要一路把它推 一路把它拌 一路把它拌 盡量令到那些鹹蛋黃 全部可以融化在牛油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四季豆 扔下去了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菜呢 是因為剛剛對上演出的時候吃飯 我有兩個素食的姐妹朋友 即是兩姐妹來的 他們剛剛去和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們叫了這個菜 其實我這個很容易做 不用在街上買 每一櫃 我教你做 所以今天就會做這個菜 所以這個菜是專程獻給大細孖的 好 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最方便的還可以就這樣上碟 這個金沙四季豆就完成了